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期末考是要上成长手册的 你看看 数学考了79一个C 你还不当个事吗 我发现你现在满脑子全是什么高分 让明霄还出人头地啊 你从来没想过孩子到底难过都顶得住 中国家庭里头 一些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问题 它的普世价值很高 就是小小时候其实是我们 我们向孩子或者所有的教掌提问 就是你们到底是爱我 还是爱一个学习好的我 我妈妈整天只会叫我学习学习学 在学习 我讨厌她 中国的所有的父母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望死成龙 整个家庭围着这样一个孩子的未来 去做拼搏奋斗 前仆后继 可以牺牲一切 我也就为了她的那一个虚无的一个未来 你从幼儿园开始就吃苦 我不是已经怀见你吗 我不是说是这样 你还跟我失败吗 她讲的就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中的事情 时常会有那种特别打动我的心 就是你能看到每个家庭的不义 父亲的不义 母亲的不义 孩子的不容易 我特别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戏能够探讨 就是我们到底要给孩子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 你别吃了 你跟我进来吧 你是不是不管 你是不是不管还是正 你还是不是正 她忘记了我们当初生孩子的时候 是想给孩子什么样的生活 无非就是压力的叠增 波及到家长 再波及到孩子 她混杂的虚无虚在这 孩子不是你嫌疑翻身的工具 就是那种 明明是因为 你把她这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可是你居然跟她 会有那么多的误会 她在台上讲 她的妈妈不爱她 她在台上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当时就不行了 到最后她一定要起身 起身 还要演示 那时候就是天一来了 那时候就是讲 你不知道怎么解释给她听 你甚至跟她说 我怎么可能不爱你 你管什么呀 你都是妈妈的 还不爱 还不爱 我当然比任何人都爱你 可是孩子觉得你就是不爱她 所以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部戏 需要探讨的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自省的过程 也对教育 也对孩子 还有对家庭 我认为就是这个戏 它最有特点的 最终我们经历了风浪之后 我们彼此更懂得什么是爱 我们更知道如何去爱 我认为人生 有很多 舍得的 舍不得的 你都要经历 我希望 我能拍出 所有的教授 都在里头 能找到一个 自己的影子 无论对何做 我认为都是好的 这就是我认为的小舍得 我认为是爱 我认为是爱 我认为是爱